今天非常榮幸 特別代表賴總統來參加今天的 GEO 調解人員的表良大會 其實總統非常重視這個活動 因為他知道我們的社會要能夠和諧 要能夠安定 要能夠解決眾人的問題 是需要許多人大家一起盡心盡力 共同的來付出 看到在場有這麼多的公道國 公道省 在這裡來化解社會上常見的摩擦 或者是不愉快 讓我們社會能夠恢復該有的和諧 在這裡要謝謝大家的辛苦 也要謝謝你們的專業以及耐心 因為這個都是不簡單的事情 我最近常去看一些 我們台灣科技界的一些進步跟成就 那大家常常掛在嘴邊的就是人工智慧 AI 未來怎麼取代許多我們現在的人 要花很多精神處理的事情 但是有一個事情是 AI 永遠沒辦法取代的 那就是調解 就是解決人跟人之間的問題 喔 各位真是了不起講這一次 你們永遠都是社會的中間幹部 也是我們非常需要的 因為台灣畢竟是個民主開放自由的社會 那我們的社會也充滿著很多有自己的特色 自己的意見 自己的想法 那還有甚至對自己的立場還有利益 有特別主張的人 那也難免會發生一些摩擦跟衝突 那能夠透過一個公平的司法程序 來解決問題是所有民主法治國家 一個理所當然的過程 但是如果民眾的這些小事沒有好好的處理 就會變成政府的大事 那我們的司法資源有限 需要去處理對社會造成嚴重危害的這些司法案件 如果民眾之間的糾紛 能夠有調解委員幫忙消化 能夠讓我們公正的司法單位 也積極的去做解決社會危害 幫我們打炸等等的這些問題 都能夠獲得解決 我相信我們社會 能夠更讓大家覺得安心 也能夠更和諧 所以大家都是政府第一線的和平締造者 今天除了感謝還是肯定 為什麼呢 我們從112年的統計數字當中 去年呢 各位優秀的調解人員 幫全台灣處理的調解案件 一共有14萬5千件 其中調解成功的呢 有11萬9千件 也就是有82.5%都調解成功 幫我們內政部還有幫我們法務部 省下非常多公務人員 應該去處理的調解案件 請各位再給自己掌聲鼓勵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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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